你有在晚上的时候驾车回家的经验吗? 如果这时在车上或公路上遇到一些诡异的不速之客,你会怎么做呢? 在不知道对方身份之前,你会不会好心上前去搭理他呢? 还是当做视而不见赶快走? 大家好,我是Gunius,欢迎订阅天马行空,点击小铃铛 这样你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 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说五个日本公路与住宅拍摄到的恐怖影像 白群女子,这是三个朋友去了某个地方的温泉一日游后 开车返回发生的事情,过后他们决定把这件事情投稿到网上 我相信你是没有人知道吗? 卖国的和偶尖宇,我相信他会不会的 因此你不可能在这下来 我相信我也相信 你怎么可能在这下来 правその状態 那边是你是没事的? 你不能学习,你们睡觉吗? 你没有学习意吗? 女子,都是同学习意吗? 女子,同学习意吗? Sei,是どう学习意吗? 这些不是你,你怎么是呢? 那边呢? 当时已经是晚上,他们照着定位导航,返回自己的住处,能看到他们行驶在三间小路,一路上,他们有说有笑的,在聊这天。 行驶了一段时间后,道路上就没有路灯了,周围漆黑一片,驾驶者也放慢车速。 来说明驶了一天。 没了,我们说明驶了一天。 这就没了,我们也想把我的电视机。 我看来到一天,不过一天,不过一天。 有,没有了,我会是天下来的。 正面的地方。 那我会在哪里。 你会在哪里? 我会在哪里? 你现在在哪里? 不要 guards Heather 我 ya Terima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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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里有清不清 很温厉害 我哪里有什麼 是不是在哪里 為什麼 有什麼 你什麼 什麼 你是人 人 魂 人 是誰 是朋友 不是朋友 突然前方道路中间出现了一个穿着白裙的女子 驾驶者立即转移车子的方向避开女子 他们顺利地避开了女子 看似已经解决了危机 能让人放心下来 但他们不知道有样东西 已经悄悄地缠上了他们 放慢视频能看到 在闪开白裙女子之后 在右边出现了女鬼的身影 而望后镜中也反射出女鬼在后座看着他们 你觉得这是真的吗 巨大的眼睛 现在很多人都有装行车记录仪 在发生意外时 能有个记录保障自己 而这视频记录就有些不同 男子在自己的摩托车左方 安装了行车记录仪 能看到男子穿梭在街道 有天夜晚 男子驾着摩托车返回自己的住宅 他先经过空无一人的街道 随即看到隧道 并行驶了进去 在隧道内行驶了一段路后 摩托车就剧烈摇晃 男子也失去平衡倒了下去 行车记录仪 能看到摩托车似乎滑行了一段距离才停下 在一瞬间 好像拍摄到了异常的东西 放慢视频能看到 在滑行的瞬间 镜头前出现了一只巨大的眼睛 据了解 这地区经常发生车祸 或许和这只大眼睛 有关联也不一定 黑影 夜晚 男子开车送朋友回家 可以看到路上已经没有行人 街道没什么灯光 显得有些昏暗 我仩放不在 夏泉水 大øsage 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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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情期満足 あっ lik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一个转弯后 车前方突然出现了一张鬼脸 反应不过来的男子撞了过去 他们被这恐怖的情况吓得大叫起来 男子立即刹车下去查看 但他没有发现撞到的东西 街道上的监控录像 却拍到了他们停下车查看的录像 当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 他们停下车不久 有一辆反方向的车辆经过后 似乎有某种东西在靠近他们 方伴视频人看到车辆经过后 他们的车后方出现了一个黑影 而这黑影缓缓地向他们的方向移动 到达驾驶位置后就消失不见了 事后男子表示 自己当时真的有撞到东西的感觉 究竟那张鬼脸为什么会出现 而黑影是不是男子撞到的东西 种种问题我们不得而知 你们这是一种真人的声音 无数之客 这是两姐妹在家中遇到的诡异世界 过后姐姐把自己的遭遇发布到网上 某日女子的妹妹发现房间内散落这东西 她说这些东西是自己从厨子上掉下的 姐姐起初还不相信 妹妹则说之前就这样了 还以为是姐姐弄的 突然在厨子上的兔子玩偶也自己掉下 这下的她们尖叫起来 姐姐对妹妹说你玩什么把戏 妹妹则重演刚刚的情况 她再次强调自己什么也没做 玩偶是自己掉下的 过了几天 妹妹睡醒后 发现自己的手臂上 有种被人抓过留下的痕迹 她就问姐姐 是谁啊 病院去烘是哪些 病院去的方便 不是 全是 怎麼這麼大呢? 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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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っ張られた? 誰に? いやいや… 何? 何? え? はっ? やめて? え? いやいや本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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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はっ? 怖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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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怖いんだけど。 やめて。 なになになに? マジ怖い? はっ? 何事? え? え? 你可很 Penny 現在你可很恐花 不是我的可憐 但是神还转着 你小姐 但有可能 核心 给状献 突然有个像人手一样的黑影出现 妹妹则被她拉下了床 妹妹还不相信 说是姐姐恶错剧 姐姐则给她看刚刚拍到的视频 你相信吗 回忆小孩 这是一个女生 到朋友家中过夜发生了鬼事件 过后她把这件事情投稿到网上 引来了不少关注 一开始女子见到 朋友坐在床边仰着头睡着了 于是她将这一幕拍摄下来 她们的视频 在女子的呼唤下 睡觉的朋友醒了过来 她调整了位置 并坐在床上 女子还取笑她 突然女子看到阳台上有个人影 吓得叫了起来 不然了 惨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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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 何? 外? 外? 人? 人がいた? 人? うん いないよ いたの? え? 他的朋友也转过身去查看 却什么也没看见 当朋友转回头时 却发现床边有个小孩的身影 他被吓得叫了起来 放慢视频时 能看到隔着窗帘的阳台 有像女人的人影 而床边则出现一个脸色苍白的小孩 望着女子 更恐怖的是 当仔细听女子呼唤朋友的那段声音时 隐约能听到小孩诡异的笑声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杰林入侵住宅 会有什么样的征兆 也许是家中有些地方变得凌乱 或是家人的行为反常 也许当事人早就察觉到一些异样情况 但任谁都不想将这些和灵异的东西挂钩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点击订阅按赞与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